音樂 剛剛在新巴克買了咖啡 我快餓死了 从今天开始在内华达州的机场公共场合 包括出租车内都不需要再戴口罩了 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在飞机上 特别是当你要坐飞机十几个小时 戴口罩真的很难受 San Francisco 现在下雨天气不是很好 今天到了先去那边的中国城逛一下 晚上就在中国城吃饭了 明天早上我想去金门大桥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因为San Francisco常年都是大雨 要看运气好不好 希望明天能看到金门大桥吧 OK那咱们San Francisco见了 三番市 别名旧金山 19世纪这里是美国淘金热的中心地区 早期的华人移民称之为金山 为了区别于被称为新金山的墨尔本 后改名为旧金山 我们住在离唐人街很近的万豪酒店 店里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华人 我们现在在三分四的唐人街 旧金山唐人街是美国城市中最大的唐人街 有120余年的历史 1906年大地震引起的火灾烧毁了唐人街 当时的市政府便策划把华人从这里驱赶出去 以便发展房地产 好在这个计划最终在全体华人的强烈抵制下流产 至今唐人街才安然无恙的待在最繁华的金融区隔壁 感觉很像香港 就一个小香港一样 但是好像很多地方都关门了 不知道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满大街各种各样的中式餐馆 让我迫不及待的想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 现在你吃 这家小馆是唐人街人气最旺的港式餐厅 在这里我们吃到了久违的粤菜 对于在深圳住了四年的我 也是满足了一下我的广东味 早安大家 今天住在硅谷的棚业 又来接我们 咱们一起先去吃个早餐 今天我们来吃早茶 我找了一家三番市的 据说很有名的早茶 这里的餐馆 嗯,这一家的点心确实不错 让我有一种瞬间到了广东的感觉 感觉已经好久没有吃到 这么正宗的早茶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金门大桥 金门大桥建于1937年 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孔吊桥之一 被誉为近代桥梁工程的一项奇迹 金门大桥全长2780米 从海面到桥中心的高度为67.84米 桥两端有两座高达227米的塔 整座金门桥在朴树的同时 又显得特别的雄伟壮观 旧金山冬季潮湿,夏季多雾,并且天气变化多端 比加州很多其他的城市要凉爽很多 比加州很多其他的城市要凉爽很多 因为第二天我们要赶去红树宁公园 这里是我们选择的中途过夜休息的地方 晚上我们来到一家海边的海鲜餐厅 谢谢你的观看 咱们下期红树林再见咯